现在的话有很多亡人都是死后 然后家人帮他超度到这种色阶天 无色阶天乃至超度六道的 但是往往那个亡人的境界 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一个级别 然后请问师傅 超上去的亡人具备怎样一个条件 然后才能待在上面 然后比较跟着比较稳固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实际上就是说 主要是靠亡人在人间的时候 他的所作所为 他的良心 他的善心 他的根基 你把他超上去之后 他如果根基很不好 过去在人间做了很多坏事 你也能送上去 送上去之后掉下来 就是这样 比方说你这个人读小学 中学高中都读得很好 对不对啊 保送大学上去 你可能就读大学读出来了 你这个人 单位里对你很好 那个时候保送大学 对不对啊 你但是自己功课很差 加减成熟都不会 单位里说你很好 把你保送到大学里了 送到学校里 你说你读得上去吗 读不上去 最后还是掉下来 对的 就这样道理 明白吗 那像我们这些念经的家人的话 假如说超上去的亡人 如果掉下来的话 他会托梦嘛 就是说给我们一些暗示啊 什么 要看的 要给他念小房子 要看的 百分之五十会托梦 因为他如果是你把它念上去的 他一定会再找你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怎样知道他有没有掉下来 或者是怎样知道他一直在上面 然后不下来呢 不下来不做梦了 不下来不做梦了 一般都是托梦了 一般都是托梦了 因为从天界掉下来的话 哪怕阿修罗掉下来的话 他都有权利做梦 托梦给你的 就是给托梦到我们 我们下面再修的这些 举个简单例子 你是单位里保送到大学的 学校里要把你退学了 你是不是要找单位里啊 叫领导再去帮学校里商量 因为你念小房子 把他推上去了嘛 明白 几周前您的那个图堂节目 师父看一位亡人在色界天 然后家人紧接着问 还要几张小房子 您说怕他不精进 那弟子就不明白了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 怎么能够让亡人 继续精进的修行 是要靠家人祈求菩萨加持 还是说小房子送下去之后 亡人就能够精进向上了呢 记住了 哦 那就是说 即使是家人替亡人求菩萨 也要看亡人本身 他有没有这个愿力 对啊 你是谁啊 你一求就灵了 我告诉你 这个灵魂下去 还是他这个灵魂 菩萨还改不了 三朝四代 他都还是改不了 所以叫江山难 江山一改 本性难一呀 这还听不懂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13次15次 江山不知道改了多少代了 但是你还是那个样子 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傅 那就是完全要看亡人本身的素质 跟家人跟小房子 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吗 对了 对了 感恩师傅 我问你外音是起变化的条件 内音是起变化的根据 这还不懂啊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很清楚